一个文创戏偶团创作的偶人为例 从原稿 偶头挑选 偶依设计缝制到相关配件 像是兵器 头饰 偶鞋等造型配件 少说得花各把月 就类似这样你看他身上这样子 有很多的卯钉啊 或者是这些猪猪这样子 然后出来的话就会 就会比较像这样武身这样比较大 做动作这样子比较帅气这样子 小到每一颗卯钉每一片拼布 甚至是每一块用压克力融结上色的头饰 一点也不能马虎 一点一滴心血结晶 都是集合众多创作者的付出